我舅舅舅妈在哪儿 只是多年未曾来往 如今我父母介意亡国 不知道他们 趕不快收录吧 你比我好 至少还有舅舅舅妈 而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不然你和我一起去 投帮我舅舅吧 我舅舅在京城 也有箭支一破 正好我们可以帮上忙 可 可是我 别可是了妈 我不想和你分开 好狂 好 我没有跟你分开了 可是 可你舍不得成天 对不对 可心悦君悉君不知 是 人家给你偷袭窝子 你还笑 成天喜欢的就是你这股 简简单单的劲儿 你要是在他面前 咬完嚼字起来 倒是会把他架一根头 你不用安慰我了 他才不喜欢我呢 他若不喜欢你 怎么会让你整日 跟在他屁股后头转悠 他说过的 我现在太过于大大咧咧 要跟我做一辈子好兄弟 他真这么说 去 你干嘛去啊 找他去啊 现在啊 他不是跟你称兄道弟吗 兄弟告别在即 让他陪你喝酒 不是 我不让他喝酒 你俩躲在小厨房里 偷偷地喝 我知道梅姨酿的好酒 就藏在那儿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 统统告诉他 喝不好 干什么呀 拉拉扯扯的 你有话说话 你关门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我这个月的钱可用完了啊 你不要想打我不赢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说什么呀 你别吞吞吐吐的怪吓人的 我说不出口 你怎么就说不出口了 我 你想说什么 等喝醉了 就把你想说的话统统告诉他 酒 酒 酒 你怎么就说不出口了 酒 大晚上的 你找什么酒啊 没你的酒啊 你别乱动 家伙他肯定以为我偷的 偷就偷了 反正要离开云锦庄了 你干什么呀 大晚上的 你别喝了 我 这可是烈酒 必须要跟你说 你说呀 你醒醒呀 你什么意思呀 带我来厨房 你给自己喝大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你这什么体格呀 我也抬不动你呀 大伙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分配 程天 袁湘呢 还说呢 他昨日非要拉着我喝酒 结果他一个人把梅姨的酒全喝了 我正愁不知道怎么跟梅姨交代 现在要紧的是 袁湘若是再不来 就要错过考核了 那怎么办呀 他这会儿睡得跟猪一样 叫都叫不行 好 别拉着了 那 只有麻烦你代劳了 好 嗯 走吧 我们该出发了 好 好 走吧 嗯 如舅姐 这手术像我们肯定是你的 小心脚下 我 昌南镇的瓷器 正是 果然名不虚传哪 妙在 公事局下个季度的国礼单 王爷这边可算是有个交代了 大约多久可以出货呢 最快也要一个月 好 这个地方 值得本王亲自去一趟 王爷莫急 好歹也帮云锦庄那帮孩子们 做完评审 再走不迟啊 真不知道这回 那个丫头 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 承天 嗯 你回去后也别说元香了 他现在一定特难了 梅秀姐 我没道过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啊 他们去哪里 我自然就会去哪里 嗯 霓裳说他们要去集市 像集市那些贩夫走卒 售卖我们云锦庄的上等银罗绸缎 他脑子是坏掉了吗 嗯 我也觉得不妥 那可是 姐妹们 一会儿我们两人一组 分别从集市的东西两个入口进去 一个时辰后 不管有没有揽到生意 我们都在集市南门会合 嗯 好 霓裳 你们真去集市啊 文秀姐 你还是让我跟着你吧 那集市能卖几套衣裳呀 我跟着你给你打打下手 到时候你分我一点就行 我只要能拿到绣女称号 别的也不奢求什么 也罢 不过我们先说好了 我最多只能分给你凭上绣女的量 但量体技术这些杂活都有你来 没问题 走吧 诶 文秀 你们去哪儿啊 诶 诶 我们走吧 嗯 走吧 走吧 诶 老板 诶 老板 诶 老板 她把绿衣大褂脚全合 诶 快不得她今儿起不来呢 诶 待会儿围过来 好 来 来 来 一人一本 嗯 谢谢啊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平日无事 我便给梅姨设计衣装图样 后来话多了 索性分了几大类 这里面呢 有给干农活的人穿的 有男装 有女装 这是给渔夫穿的 他们平日总要下水 所以布料以防水为主 这是给乔夫穿的 这是给饭堂伙计做的鞋子 腰带还有帽子 霓裳你可太厉害了 是啊 这么多分文别类的设计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平时只顾着给大户人家的 小姐夫人做衣装了 这世上的夫人小姐能有几个 大多都是在水里和泥里讨饭吃的 普通老百姓 这些人啊 才是咱们真正的主顾 嗯 是个对啊 等会儿遇到合适的主顾 就把册子给他们看 大家切记一点 咱们的衣装价廉质不低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把咱们云锦庄的名号 响亮地打出去 好 那姐妹们 咱们出发了 好 开始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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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好 你好 我想 干嘛呀 你干什么呀 这是同行 人家能从手里买衣裳才怪 谁说要去他们那儿卖衣裳了呀 我是要去买他们的订单 这是做什么呀 市集小贩接的 多是粗制衣裳的活 而我们只需多给他们一成的利润 他们不用干活就白白有银子赚 肯定巴不得把订单都让给我们呢 接他们订单干什么呀 那咱们岂不是生意还没做 先赔了一成 你可知道 做衣裳的帽子盘扣和腰带 都是要另外算银子的 不知道 这些东西用边角碎料就能做出来 咱们库里这些边角碎料又有多少 虽然做衣裳是不赚银子 但是把咱们库里的陈年鸡料 全都便废为宝 你说师父知道了 会不会很高兴啊 那咱们还不快点 别让颜文秀领了先 不急 颜文秀若是肯把这份心思 用在老百姓身上 那他还是颜文秀吗 走 您再看看我们的衣裳吧 走走走走走 再看看吧 不要不要 我们的衣服可好了 您再看 看看吧 春月 走吧 文秀姐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你看太阳都快下山了 咱才订出去五套衣裳 虽然订单少 但咱们走的都是大户人家 单价高 你还别嫌少 说不定霓裳他们一件还没有订出去呢 说得也对 集市上那些反复走租 有几个能穿定制的衣裳 行了